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天地匹 天在上 地在下 天地匹 有位哲学博士就问 他天地的组合为什么就匹色不通呢 他知道匹不好 但他不知道天在上 地在下为什么不好呢 自然界我们看到不是天在上 地在下吗 这很正常 为什么不好呢 他就没有系统的听我们讲周易 我故意我们同学听到这就能知道 因为天向上 地向下 两种力量没交感 没交感他就不能推动事务发展 就像前面讲的火和水的关系一样 这卦也注入交感的问题了 你看卦词 匹之匪人 不立君子真 大王小来 其实很明白的一个事 就是匹挂讲的道理啊 不符合人道的需求 不符合人道 所以不立君子的真博 就是真博军果啊 你生在这个时代对你不立 为什么呢 大王小来 这多顺呢 可是因为一转就开始把真解释为正 后来的人不敢改变的 中国的教育也存在着诗学家学 学生只能听老师的 老师说什么就是什么 这是中国教育的一个很大的弱点 短板 局限 教育本来应该培养学上那种 独立思考的能力 创新能力 但是我们培养都是听话的学生 老师说什么都是对的 天地君亲师 所以后来 现在我们看到的周一的注释 全把这真还是解释为正 那怎么标点啊 不立 斗号 君子要保持道德正顾 难能 可贵的是他也能给他说圆了 实际你要考察周一的整体的那种表述的方式啊 不应该有个类斗号 就是对君子不立 问的结果对君子不立 为什么不立 因为大为君子 小为小人啊 大得被疏远啊 小得被重用啊 这样一种用人制度 所以对君子不立啊 多简单的事 段词解释的好 段词说 天地不交 你看 天在上地在下 之间没交感 那这种情况推导出什么结果 万物不通啊 论据 由天地不交 类推出什么 推导出人是变成了上下不交 上就是君主啊 下就是臣民啊 之间没交感 上下如果离心离德 没交感 会有什么结果出现 天下无邦 一见封侯啊 周一知道帝王最关心的就是政权的稳固啊 一代一代传下去啊 就在帝王看来是最恐怖的结果了 天下无邦国将不国啊 是不是感应多么重要 这是从卦象角度的分析 下面从符号上来说 内阴外扬 我们又给大家增加新的信息了 新的知识了 哦 上卦下卦 下卦还叫内卦 上卦还叫外卦 所以他才有内阴 外扬 阴阳有什么属性啊 阴柔 内柔 外就是疏远啊 驱逐的是什么呀 阳刚 阴柔是小人啊 阳刚是君子呀 这种符号 形象的表明你当时的用人制度是怎样的制度啊 内小人而外君子 你在内重用的是 六旭拍马 阿姨奉赢的小人 小人没什么能耐就知道六旭拍马呀 而真正为了国家民族长远大局考虑的君子 他不会公为 不费奉承 那君主就不愿意用他啊 所以疏远君子 你这样一种运用人制度 导致什么样的结果 小人道 得到刺激增长 君子道呢 不断的消息 就是人们的择业或者为人 实际其中都暗含着力驱动 你的用人标准就是指挥棒 你用什么人 更多人恐怕就争着去做什么人了 真正能够保持自己的气节 而不因为社会的标准变化而变化的人 毕竟是少数 匹为什么不好 匹和政教有没有关系 仅仅预测未来吗 他预测未来的目的是提升指导你当下的趋吉避凶 他借助天象 借助神权来约束人性 约束王权 你读了这卦才能读懂泰卦 地天泰 反过来 谁见过地在天之上呢 讲八经卦的时候 他都是真实客观存在 但是他组合的时候确实有这种现象 所以这种现象组合就是心灵营构的 但是地向下天向上 这属性和真实性没有变化 地天泰 地向下天向上之间有交感了 所以卦司说 小网大来 急哼 我们都知道小的指的是小人 小人这个网是被疏远啊 来是被重用啊 小的被疏远被驱逐 大的被招来被重用 所以未来结果不管对君子 对个人还是对国家都是吉祥 亨通的 就是你要回归到周一原本预测的性质 你解释他的瓜要是非常顺畅的 一转开始想把它改变为提升为哲学柱子 往往想改变人家的本意来提升他的品质 很多地方就很难解释了 炭子说天地交 天在下地在上吗 所以地向下天向上之间就有交感了 天地交感会有什么结果 万物通 累推到人世 推天到明世 累推到人世就变做上下交 而其之同 上下有交感才能同心同德呀 这对社会对个人都是好的 从符号来分析 上面从挂项分析 下面从符号分析 在内的是三个羊瑶 在外是三个阴瑶 阴瑶什么属性 钢剑啊 在内是钢剑的 阴瑶呢 柔顺的 所以你现在的用人制就是 内君子外小人 在内重用的是阳刚君子 在外疏远的是阴瑶小人 你这样一种用人制度 会决定什么样的社会风力出现 现在决定未来啊 君子道得罪得到刺激增长 你重用什么人 大家就去做什么人 所以这个指挥棒太重要了 小人道 就不断的消闲 他不用你呀 疏远你呀 周一 表面是预测 实际 观世到 国家的治理 大道理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